耶稣圣星节 欧塞亚书十一章一到四节 八到九节 伊萨伊亚十二章二到六节 勒福所书三章八到十二节 十四到十九节 若望福音十九章三十二到三十七节 小德兰福传之友 曾庆岛神父读经反省 2024年6月7日 耶稣基督 星大概在每一个民族文化里都表达爱 以前听一个来中国传教的修女就说 中国人用星这个字 表达最深的爱的讲法很多 例如 我把星掏给你 可怜天下父母星 我的心肝宝贝等等 天主是我们的慈父慈母 他不单在爱中创造了我们 更为了我们获得生命而牺牲自己 在十字架上 泪旁被刺穿 真是把心掏了给我们 流出了水和血 象征了教会的两个主要的赋予生命的圣事 圣喜和圣体圣事 天主是宇宙万物的造物主 却为了我们卑微的人类降生成人 替违反他的罪人 受苦赎罪 这是怎样的一个不可思议的爱啊 我们罪人并不是因为可爱而被爱 爱就在于此 不是我们爱了天主 而是他爱了我们 我们怎样能够像保禄宗徒今天说的 理解基督的爱的常宽高深 天主就是爱 无限的不可理喻的 但同样不可理喻的 是我们人居然会拒绝天主的爱 从满足人灵的天主的爱那里出走 从短暂意识 且终将导致不快乐的虚假爱情中求去满足 然而 我们的心除非在天主内 一定是会永远动荡不安的 圣女小德兰说 啊 天主 迷到爱情是不是遭人摒弃而欲足于心 我想是的 可怜天下父母心 这个爱人如此疯狂 自己无限富足的天主 居然在十字架上说出我可 一居然渴望我们人类能够给他一点水爱 我们是不是要更努力地让人认识这爱的天主 天主是爱 认识这把心掏出来给我们的主耶稣 让爱被爱 我们是不是要更努力地帮助耶稣投火于地 使整个世界都燃烧起基督的熊熊爱火 让我们努力 如果您喜欢小德兰浮船之友 曾庆岛神父读经反省 欢迎您订阅分享 让我们一起努力去浮船